张爱玲 多少恨 坐于1947年5月 三 宗玉道 你不要在那儿瞎疑心了 好好的养病 等你好了我们平心静气的谈一谈 夏太太道 什么平心静气的谈一谈 你就是要把我离掉 我死也要死在你家里了 你不要想 她越发放声大哭起来 宗玉道 你不要开口闭口就是死好不好 夏太太道 我死了不好 我死了那个婊子不是称心了吗 宗玉大怒道 你这叫什么话 她把一只花瓶往地下一贯 小蛮在楼下 正在她头顶上货朗爆炸开来 她促额向上面望了一望 她一个人在客室里玩 也没人管她 庸人全都不见了 可是随时可以冲出来抢救 如果有惨剧发生 全宅静悄悄的 小蛮仿佛有点反抗的吹起笛子来了 她只会吹那一个枪 屋里屋里屋 非常高而尖的 如同天外的声音 她好像不过是朝居在下家连下的一只鸟 莫不关心似的 佳音来教书 一进门就听见吹笛子 想起那天在街上给她买这根笛子 宗玉曾经说 这要吵死了 一天到晚吹了 那天是小蛮病好了 第一次出门 宗玉和她带着小蛮一同出去 太像一个家庭了 就有乞丐追在后面叫 先生 太太 太太 您修子修孙 一前不落虚空的她当时听了非常窘 回想起来却不免微笑着 她走进客室 笑向小蛮道 你今天很高兴啊 小蛮摇了摇头 将笛子一抛 佳音一看她的脸色阴沉沉的 惊道 怎么了 小蛮道 娘道上海来了 佳音不觉愣了一愣 强笑着牵着她的手道 娘来了应当高兴啊 怎么反而不高兴呢 小蛮道 昨儿晚上娘跟爸爸吵嘴 吵了一宿她突然停住了 侧耳听着 楼上仿佛把房门大开了 佳音可以听得出宗玉的奋机的声音 还有个女人在哭 然后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大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接着叫轻微的砰的一声 关上了汽车门 佳音不由自主的跑到窗口去 正来得及看见汽车开走 楼上的女人还在那里呜呜哭着 佳音那天交了书回来 一开门 黄昏的房间里有一个人说 我在这儿 你别吓一跳 佳音还是叫出声来道 咦 你来了 终遇到 我来了有一会了 大约因为沉默了许久 而且有点口干 她声音都沙哑了 佳音开电灯 啪哒一响 并不亮 终遇到 哎呀 坏了吗 佳音笑道 哦 我忘了 因为我们这个月的电灯快用到限度了 这两天二房东把电门关了 要到七点钟才开呢 我来点根蜡烛 终遇到 我这儿有阳火 佳音把粘在茶碟子上的一根白蜡烛点上了 照见碟子上有许多烟灰与香烟头 终遇笑道 对不起 我拿它做了烟灰盘子 佳音惊道 哎呀 你一个人在这儿抽了那么许多香烟吗 一定等了我半天了 终遇到 其实我明知道你那时候不会在家的 可是忽然的觉得除了这儿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除了你也没有别的可谈的人 佳音极力做出平淡的样子 倒出两杯茶 他坐下来 两手笼在玻璃杯上搁着 烛光窃窃地创出一个世界 男女两个人在幽暗中只现出一部分的面目 金色的 如同未完成的杰作 那神情是悲是喜都难说 终于把一杯茶都喝了 突然说到 小蛮的母亲到上海来了 也不知听见人家造的什么谣言 跑来跟我闹那些无聊的话 我也不必告诉你了 总之我跟他大吵了一场 他又蹲住了没说下去 捏起碟子里一只烧焦的火柴在碟子上画来画去 然而太用尽了 那火柴梗子马上断了 他又道 我跟他感情本来就没有 他完全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乡下女人 他有病 脾气也古怪 不见面还罢 一见面总不对 这些话我从来也不对人说 就连对你我也没说过 从前当然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本来一直就想着要离婚的 他最后的一句话 佳音听着仿佛很绝意外 他轻声道 啊 真的吗 宗玉道 是的 可是自从认识了你 我是更坚决了 佳音站起来走到窗前立了一会 心烦意乱 低着头拿着钩窗子的一只小铁钩子在粉墙上一下一下凿着 宗玉又怕自己说错了话 也跟了过去 道 我意思是 我是真的一直想离婚的 佳音道 可是我还是我真是觉得难受 宗玉道 我也难受的 可是因为我的缘故叫你也难受 我 我真的然而尽管两个人都是很痛苦 蜡烛的烟红的火苗却因为欢喜的缘故颤抖着 佳音难难的道 自从那时候又碰见了 我就很难过 你都不知道 宗玉道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一直从头起就知道的 不过我有些怕 怕我想的不对 现在我知道了 你想我多高兴 你别哭了 房间里的电灯忽然亮了 他叫了生疑 看了看表 不觉微笑道 二房东的时间倒是准 啊 你看 电灯亮了 刚巧这时候 可见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你也应当高兴呀 他也笑了 他掏出手绢子来帮着他开眼泪 他却一味躲闪着 他说 就拿我这个擦擦有什么要紧 然而他还是借着找手绢子跑开了 他有几只梨堆在一只盘子里 他看见了便想起来说 你要不要吃梨 他说 好 他削着梨 他坐在对面望着他 忽然说 佳音 佳音微笑着道 嗯 宗玉又道 佳音 他仿佛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佳音反倒把头更低了一滴 专心笑着梨 道 嗯 他又说 佳音 佳音住了手道 啊 怎么 宗玉笑道 没什么 我叫叫你 佳音不由的向他飘了一眼 微微一笑道 你为什么老叫 宗玉道 我叫的就多了 不过你没听见就是了 我在背地里常常这样叫你的 佳音轻声道 真的呀 他把梨削好了递给他 他吃着 又在那一面切了一片下来给他 道 你吃一块 佳音道 我不吃 他自己又吃了两口 又让他 说 挺甜的 你吃一块 佳音道 我不吃 你吃吧 宗玉笑道 干什么这么坚决 佳音也一笑 道 我迷信 宗玉笑道 怎么 迷信 讲给我听听 佳音道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道 因为不可以分 离 宗玉笑道 哦 那你可以放心 我们绝不会分离的 佳音用刀剥着蜿蜒的梨皮 低声道 那将来的事情也说不定 宗玉握住了他握刀的手 道 怎么会说不定 你手上没有锣 爱砸东西 可是我手上有锣 抓紧了绝不撒手的 楼下有一支中枪枪枪敲起来了 宗玉看了看手表道 哎哟 到八点了 他自言自语道 还有一个应酬 我不去了 佳音道 你还是去吧 宗玉笑道 现在也太晚了 索性不去了 佳音道 等会人家等你呢 宗玉愁愁地道 道也是 我倒是答应他们要去的 因为常理有点事要谈一谈 他说走就走 不给自己一个留恋的机会 在门口只和他说了声 明天再来看你 他微笑着 没说什么 一关门 却软靠在门上 低声叫道 宗玉 艳艳地笑 不停地从眼睛里漫出来 必须狭窄了眼睛去含住他 他走到桌子前面 又向蜡烛说道 宗玉 宗玉 烛火因为他口中的气而荡漾着了 这时候他附近忽然推门走进来 佳音往往地望着他 简直像见了鬼似的 说不出话来 宇老先生笑道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看见他汽车在这儿 我就没进来 让你们多谈一会儿 嗨嗨 你爸爸是过来人哪 佳音也不作声 只把蜡烛吹灭了 余老先生坐下来 便向他招手道 你来你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别那么糊里糊涂的呀 他那个大老婆现在来了 你还是孩子气 这时候我做爸爸的不来替你出出主意 还有谁呀 佳音走过来道 哎呀爸爸 你说些什么 余老先生拉着他的手 道你现在还跑去教他那个孩子做什么 孩子到底是他养的 你趁这时候先去好好找两间房子 夏先生他现在回去 他大老婆总跟他吵吵闹闹的 他哪儿会爱在家待着 你有了地方 他还不上你这儿来了 顶要紧要抓几个钱 人也在你这儿 你钱也有了 你还怕他做什么呢 佳音实在耐不住了 便道 爸爸 我告诉你爸 夏先生倒是跟我说过了 他跟他太太本来是就是婚姻 他多年前就预备离婚了 不过是为了这小孩子 现在他决定离了 他刚才跟我说来着 等他离过婚之后再提 余老先生正了一正 道 唉 你不早告诉我 早告诉我也不着急了 能这样当然更好 佳音才说了就又懊悔起来 道 不过爸爸 你就别家在中间说话吧 就是我现在这些话 你也别跟人说好不好 余老先生道 好好好 楼下的钟又敲了一下 佳音道 时候也不早了 爸爸你该回去了吧 余老先生道 呃 我这就走了 他自己去倒茶喝 佳音又道 不是别的 因为这儿的房东太太老说 天黑了大门开出开进的 不谨慎 他常常闹东西丢了 说起来也真奇怪 我有一件衣料 他把一只抽屉脱开了 无聊的重新翻过一遍 道 我记得我放在这儿的 就找不着了 昨天我看见房东太太穿着新做来的一件衣裳 就跟我丢了的那件一样 我也不能疑心 他偷的 不过我倒是有点儿闷的慌 怎那么巧 敢明儿道去问问他是哪儿买的 余老先生喝着茶 忽然大枪起来 急急的摇手道 可 你不问我也就不说了 是我替你送给他的 佳音十分诧异 道 恩 于老先生叹道 唉 你不想 你现在弄了这个 夏先生 常常跑来 闹到挺晚才走 给人家瞧着 不要说闲话呀 所以我呀 给你做了个人情 就把你这衣料拿着送给他了 不是我说你 做人 也得学学 佳音气的跺脚道 爸爸你真是 夏宗林有一天对他太他说 真着急了 这与老头儿 今天常理闹得沸沸腾腾 宗宇知道要气死了 秀娟道 怎么了 宗林道 有人捐了笔款子 要买要给一个广德医院 是个慈善性质的医院 不知怎么 这一笔款子会落到这老头儿手里 他老先生不言语 就给花了 秀娟精道 真的呀 有多少钱呢 宗林道 钱数目倒也不大 他老人家处处简直就是丈人的身份 问他他还闹脾气 秀娟道 那他现在人呢 跑了 宗林道 他真不跑了 舔着个脸若无其事的照样的来 秀娟愕然道 怎么这样 宗林道 就这一点宗玉听见了已经要生气了 何况这是捐款 我们常理信用很受打击的 秀娟便道 哎呀 佳音大概也不知道 他要听见了也要气死的 才这么说着 不料女佣就进来报道 大爷来了 秀娟一看宗玉的脸色不很自然 她搭讪着把无线电炫得悠悠的 自己便走了开去 宗玉立刻就开口道 宗林今天一件事大家都鬼鬼祟祟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是不是那于老先生 宗林抓了抓头发苦笑道 可不是吗 这件事真糟急了 宗玉疲倦的坐下来道 当初怎么也就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声呢 宗林道 他们也是不好 其实也应当告诉你的 不过宗玉道 怎么 宗林威带着尴尬的笑容 道 也难怪他们 你都不知道 他老先生胡吹乱盖的 弄得别人也不知道 他到底跟你是个什么关系 宗玉红了脸 道 这不行 我得要跟他自己说一说 我现在就去找他 宗玉道 你就找他上我这儿来也好 宗玉道 又愣了一愣 但还是点点头 立起身来道 我就叫汽车去接他 宗林又道 待会儿我走开 你跟他说好了 当着我难为情 宗玉又点了点头 打发了车夫去接 他们等着 先还寻出些话来说 渐渐就默然了 无线店里的音乐节目 完了 也没有换一家电台 也忘了关 只剩了耿耿的一支灯 守着无线店里的沉沉长夜 一听见门外汽车喇叭声 宗玉就走开了 宇老先生一路嚷进来道 夏先生真太客气 还叫车子来接 插人给我个信 我不就来了吗 宗玉沉重的站起身来 渝老先生就吃了一惊 宗玉两手插在裤袋里 夺来夺去 道 渝先生 我今天有点很严重的事 要跟你说 有一笔捐给广德医院的款子 上次是交给你的手里的 渝老先生陪笑道 是的 是我拿的 刚巧我有一笔用相 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声 宗玉道 你知道我们常理 顶要紧是保持信用 渝老先生道 是的 是我一时疏忽 宗玉把眉毛拧得紧紧的道 渝先生 你不知道这事 对于我们生意人是多么严重 渝老先生忙道 是我没想到 我想着这一点数目 我们还不是一家人一样吗 还分什么彼此 这话宗相听了十分不舒服 突然立定了看住他 道 像这样下去可是不行 我想以后请你不要到厂里去了 渝老先生道 你意思是不要我了吗 我下回当心点 不忘了好了 宗玉道 请你不必多说了 为我们大家的面子 你从明天起不必来了 我叫他们把你到月底的薪水送过来 宗玉老先生认为他一味的打官话 使人不耐烦而又无可奈何 因道 哎呀 我们打开盖子说亮话吧 我女儿也全告诉我了 我们还不就是自己人吗 佳音如果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父亲 虽也是人情之常 宗玉不知为什么觉得心里很不适位 他很僵硬的道 我跟于小姐的友谊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的家庭状况我也稍微知道一点 我也很能同情 不过无论如何你老先生这种行为 总不能够这样下去的 于老先生见他声色俱厉 方是折荒起来 道 哎 夏先生 你叫我失了夜怎么活着呢 你就看我女儿面上 你也不能带我这样呀 宗玉厌恶地走开了 道 我请你不要再提你的女儿了 于老先生越发慌了 道 哎呀 难不成你连我的女儿也不要了吗 也难怪你心里不痛快 家里闹别扭 可不是糟心吗 他跟在宗玉背后 亲切地道 我这儿有个极好的办法呢 我的女儿她跟你的感情这样好 她还争什么名分呢 你下先生这样的身份 来个三妻四妾又算什么呢 宗玉转过身来瞪眼望着他 一时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于老先生又道 您不必跟您太坦闹 就叫我的女儿过门去好了 大家和和其气 您的心也安了 我女儿从小就很明白的 只要我说一句话 她绝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宗玉道 于老先生 你这叫什么话 我简直听也不要听 凭你这些话 我以后永远不要再看见你了 至于你的女儿 她已经成年 她的事情也用不着你管 于老先生倒退两步 聂如道 我是好意呀 宗玉简直像要动手打人 道 你现在立刻走吧 以后连我家里你也不要来了 但是就在第二天早上 于老先生姑娘着宗玉 那时候不在家 就上下家来了 姚妈上楼报说 那个于老头儿说 是要来见太太 下太太道正住了 道 她要见我干嘛 姚妈道 谁知道呢 也不知在那儿闹什么鬼 下太太担被坐着 想了一想道 好吧 我就见她也不怕她把我吃了 说着 便把旗袍上的牛子多扣上了几个 把棉被拉上些 姚妈将于老先生引进来 引到床前 于老先生鞠躬为为道 啊 下太太 下太太 你身体好 下太太不免有点阴阳怪气的 淡淡的说了声 你坐呀 姚妈多过一张椅子 来与她坐下 于老先生正色笑道 我今天来见你 不是为别的 因为我知道为我女儿的缘故 让您跟你们下先生 闹了些误会 我们做父亲的不能看女儿 这样不管 下太太一提起便满腔悲愤 道 可不是吗 现在一天到晚 嚷着要离婚 于老先生道 可不就是吗 这话哪能说呀 我女儿也觉没有那么糊涂 下太太 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您大贤大德 不是那种不能容人的 您是明白人 气量大 你们下先生要是娶个妾 您要是身子有点而不舒服 不正好有个人伺候您 哪儿能说什么离婚的话 真是您让我的小女进来 她还能争什么名分吗 下太太呆了一呆 道 真的呀 你的女儿肯做姨太太呀 于老先生道 我那小女儿 这点道理她懂 包在我身上去跟她说去好了 下太太喜出望外 反倒落下泪来 道 唉 只要她不跟我离婚 我什么都肯 于老先生道 这个 下太太 我们小姐的事 包在我身上 您真是宽宏大量 我这就去跟她说 不过下太太 我有一桩很着急的事 要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请您栽培一下子 我借了一个债 已经人家催孩 天天逼着我 我一时实在拿不出 请您可不可以通融一点 我那女儿的事总包在我身上好了 姚妈在一边站着 便向下太太使了一个眼色 下太太物自关心的问道 哎呀 你是欠了多少钱呢 姚妈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插嘴道 我说呀 太太 您让老太爷先去跟于小姐说得了 于小姐就在底下呢 说好了再让老太爷来拿吧 下太太道 哎 对了 我现在暂时也没有 现前姚妈道 哎 您先去说 说了明天来下太太道 我还能够凑几个总凑点儿给你 于老先生无奈 只得点头道 好 好 我现在就去说 我明天来拿 连利钱要八十万块钱 姚妈把他送了出去 一到房门外面于老先生便和他父儿说道 我待会儿晚上回去跟他说吧 你别让他知道我上这儿来的 你让我轻轻的自个儿走吧 他捏手捏脚下楼去 姚妈回房便道 太太 您别这么拾心眼儿 这老头子相信不得 还不是他们父女俩串通了来骗您的钱的 下太太叹道 哎 我这两天都气糊涂了 可不是吗 姚妈咬牙切齿地道 心眼儿真黑 八截上了老爷 还想骗您的这点东西 下太太道 不过 姚妈 可怜我只听见说可以不离婚 我就婚了 你想他肯当小吗 姚妈道 太太 你这么好的人 他还能不肯吗 下太太道 真是他肯 我也就随他去了 姚妈道 我说您还不如自个儿跟他说 他要是当了姨奶奶 他总得扶咱们这儿的规矩 下太太道 也好 你这就叫他上来 我跟他说 小蛮这一天正在上课 忽然说 先生先生 敢明儿叫娘也跟先生念书好不好 嘉音强笑道 你又说傻话 小蛮却是很正经 几乎勤着眼泪 说道 真的 先生 好不好 省得他又跑到乡下去了 先生 随便怎么你想想法子 这回再也别让他再走了 这话嘉音觉得十分慈心 望着他 正是回答不出 恰巧这时候姚妈进来 带着轻薄的微笑 说 于小姐 我们太太请您上去 嘉音愣了一愣 勉强镇定着 应了一声哦 便立起身来 向小蛮道 你别闹 自己看看书 她随着姚妈上楼 卧房里暗沉沉的 窗帘还只拉起一半 床上的女人仿佛在那里眼睁睁打量着她 也没有人让坐 也没有人让坐 嘉音装的很从容的问道 夏太太听说您不舒服 现在好点儿吧 夏太太酸酸地道 哎呀 我这病还会好 你坐下 我跟你说 姚妈 你待会儿再来 姚妈出去了 夏太太便道 以前的事 我也不管了 你教我的孩子 也教了这些时候了 可怜我老在乡下待着 也没有爱你们什么事 不知什么地方 得罪了我们夏先生 这趟回来了 他简直多嫌我 我现在别的不说了 总算我有病 你就是要进来 只要你劝他 别跟我离婚 虽然我是太太 只要这个名分 别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管好了 这总不能再说 我不对了 嘉音道 哎呀 夏太太 你说的什么话 夏太太道 你也别害臊了 我看你也是 好好的人家的女儿 已经破了身了 再去嫁给谁呢 像我做太太的 已经自己来求你了 还不有面子吗 嘉音气得道 这时候方才说出话来 道 什么破了身 你怎么这么出口伤人 说着 声音一高 人也随着站了起来 夏太太道 我还赖你吗 是你自个儿 老子说的 你不兴趣问姚妈 嘉音道 你知不知道 这种没有根据的话 你这么乱说 是犯法的 我不要再听下去了 夏太太眼见的 她就要走了 立刻软了下来 叫道 哎 你别走别走 就算我说错了 就算我现在求求你 看看我要死的人 你可怜 可怜我爸 我这肺病 已经到了第三期了 嘉音不禁回过头来 惶惑地望着她 轻轻地自言自语着 啊 费病 夏太太继续说下去道 等我死了 你还不是可以扶正吗 嘉音听了这话又有气 顿了一顿方道 什么叫就算你说错了 这话是可以说错的吗 夏太太道 可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可怜我 心也乱了 请你原谅我说错了话吧 我也知道我是配不上她的 你要跟她结婚就结婚得了 不过我求求你等几年 等我死了说着 早已呜呜艳艳大放悲声 嘉音道 我们本来的计划并没有什么魅良心的 你要是叫我们糊里糊涂地等着 不是更要引起许多人的废话来了吗 夏太太只管放声痛哭 又夹着剧烈的咳嗽 喘着一团 姚妈飞奔进来道 太太 太太 您怎么了 忙替她吹北柔胸脯 端谈于 夏太太深恐加音 是新派人怕传染 因把一只手沁着嘴 道 姚妈 你把窗子开开 透透气 开了窗 风吹进来 脸卷得多高的 硬在人脸上 一鸣一暗 光彩往来 夏太太平整的脸上 也仿佛有了表情 夏太太道 姚妈 你还是出去 罢于小姐 本来我人都要死了 还贪图这个名分 做什么 不过我总想着 虽然不住在一起 到底我有个丈夫 有个孩子 我死的时候 虽然他们不在我面前 我心里也还好一点 要不然 给人家说起来 一个女人给人家 修出去的 死了还做一个 无家之鬼说着 又哭得失了声 家音目利了半晌 又掉过身来要走 道 你生病的人 这样的话少说点儿吧 突然惹自己伤了心 夏太太道 于小姐 我还能活几年呢 我也不在乎 这几年的功夫 你年纪轻轻的 以后的好日子长着呢 家音极力抵抗着 激恼了自己道 你不要一来就要死要死的 你要是看开点 不呕气 夏太太惨笑道 看开点 那你是不知道 那你是不知道 这些年来 她 她对我这样 我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和 嘉音道 这是你跟她的事 不是我跟你的事 夏太太道 于小姐 不单是我同你同她 还有我那孩子呢 孩子现在是小 不懂事 将来 你别让她将来恨她的爸爸 嘉音突然双手掩着脸 道 你别近着逼我呀 她 她这一生 伤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我怎么能够再让她为了我伤心呢 夏太太挣扎着要下床来 道 于小姐 我求求你 嘉音道 不 我不能够答应 她把掩着脸的两只手拿开 那时候她是在自己家里 立在黄昏的窗前 映在玻璃里 那背后隐约献出都市的夜 这一带的灯光很稀少 她的半边脸与头发里穿设着两三星火 她脸上的表情自己也看不清楚 只是仿佛有一种幽名的智慧 这一边的她是这样想 我希望她死 我希望她快点而死 那一边却黯然微笑着望着她 心里想 你怎么能够这样的卑鄙 那么 我照她说的 等着 等着她死 可是 我也是为她想呀 你为她想 你就不能够让她的孩子恨她 像你恨你的爸爸一样 她到底决定了 她的影子在黑沉沉的玻璃窗里是像沉在水底的珠玉 因为古时候的蒙是投到水里去的 有一种哀艳的光 她匆匆出去 想着 我得走了 我马上去告诉她 叫她放心 赶到下家 姚妈一开门便道 你怎么又来了 佳音道 我要见太太 姚妈愤愤的道 你再要见太太干嘛 你还怕她死不透呀 你现在趁心了 你可以放心回家去了 她刚才吐了几口血 现在上医院去了 佳音惊道 哎呀 怎么这样快 不禁滚下泪来 姚妈道 这时候还装枪做吊干嘛 还不回家去乐趣 我们老爷那门子没气 碰见这些乌龟婊子的 说吧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佳音开着眼睛 枉然的回来了 然而又不免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可以放心等着了 等不长了 她就要死了 可是 正因为这样 你更应当走 快点而走 她听见了 也许还可以活下去 宗玉忽然推门进来 叫了声佳音 佳音正是心惊肉跳的 急忙转过身来道 哎呀 你来了 你们太坦好点而没有 宗玉道 咦 你也知道了 佳音道 我从你们家刚回来 宗玉道 好点而了 现在不要紧了 我赶来有几句话跟你说 我只有几分钟的功夫 就是因为你们老太爷 他闹出一点事来 我跟他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我让他以后不要去办事了 佳音只空洞的说了声 哦 宗玉道 我以后再仔细的讲给你听 我怕你误会 佳音勉强笑道 你也太喜心了 我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为人 宗玉道 我想对于他 以后再另外给他想办法 情愿每个月贴他几个钱得了 他看了看表道 现在还要赶到厂里去 有功夫再来看你 他走到门口 忽然觉得他有点愣愣的 便又站住了望着他道 你别是有点儿生气吧 我匆匆忙忙的 也许说错了 华佳音微笑道 没生气 干嘛生气 他仍旧有点不放心似的 他便又向他一笑 柔声道 我怎么会跟你生气呢 宗玉也一笑 又愁愁了一会 自言自语道 嗯 这样吧 我大概七点半可以离开厂里 我上这儿来吃晚饭好不好 他争那个名分呢 一定要这个名分干什么事呢 现在他们家的人对我们不也挺巴结的 我去了总是老太爷老太爷的 这世界 别那么认真 佳音只是哭 并不理睬他 于老先生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把椅子挪过来坐在他身旁 说道 你听你爸爸的话总没错的 爸爸是为你好 他这么病着在那儿 待会儿有个三长两短 不怕雷打吗 他那个孩子不该恨你一辈子吗 佳音不能忍耐下去了 立起来要跑开 又被他附近拉住他的手不放 颤巍巍地道 孩子 想当初 都是因为我后来娶的那个 都怪他 一定要正式结婚 闹得我没办法 把你娘硬给离掉了 害你们受苦这些年 你想 佳音挣扎脱了手 跑了去倒在床上大哭 于老先生又跟过去坐在床上 道 哪个男人不喜欢姨太太 哪个男人是喜欢太太的 我是男人我还不知道吗 就是我后来娶的那个 我要是没跟他正式结婚 也许我现在还喜欢他呢 佳音突然叫出声来道 你少说点儿吧 你自己做点子什么事情 我的人都给你丢尽了 于老先生吃了一惊道 谁告诉你的 佳音道 宗玉刚才告诉我的 你叫我拿什么脸对他 于老先生摇头道 哎 真是 男人真没有良心 他怎么该来对你说这些话呢 他 他怎么说的 佳音又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于老先生便俯身凑到他面前拍着哄着 道 好孩子别哭了 你受了委屈了 我知道 随便别人怎么对你 我爸爸总疼你的 只要有一口气 我总不会丢开你的 佳音忽然撑起半身向他凝视着 他看到他将来的命运 他眼睛里有这样的大悲愤与恐惧 连他都感到恐惧了 他说 爸爸你走好不好 于老先生竟很听话的站了起来 佳音又道 现在无论怎么样 请你走吧 我受不了了 于老先生群寻了一会 道 我说的话是好话 你仔细想想吧 就走了 佳音随即也从床上爬起来 扶着门框立了一会 便下楼去打电话 订了一张上厦门的船票 然后他又拨了个号码 他心慌意乱的 那边接的人的声音也分辨不出 先说 喂 秀娟是吧 又道 哦 请你们太太听电话 才说到这里 宗宇来了 佳音握着听筒向他点头微笑 宗宇夹着纸包很高兴的上楼去了 道 我先上去等着你 佳音继续向电话里道 喂 你是秀娟呢 我好 不过我这会儿心里乱得很 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他向楼下看了看 又把声音低了一滴 打道 到哪儿去呀 秀娟 我告诉你 可是我要请你一个人 也别告诉我到了那儿 再写信来解释给你听 到厦门去去做事 是我看了报去应征的大概不错吧 他淡笑一声 宗宇独自在房里 把纸包打开来 露出一个长方的织锦盒子 里面欠着一堆细瓷饭碗 盘子 池子 他自己先欣赏着 见佳音进来了 便道 瞧我买了什么来了 以后你要把饭多煮一点儿 我常常要留自己在这儿吃饭的 佳音苦笑道 可惜现在用不着了 我明天就要走了 宗宇道 嗯 上哪儿去 佳音有一只打开的皮箱 搁在床上 他走去继续理东西 道 回乡下去 宗宇立在他背后 微笑着吸着烟 道 哦 你是不是要回去告诉你母亲关于我们 佳音隔了一会儿才摇摇头 道 我预备去跟我表哥结婚了 宗宇道还镇静 只说 你表哥 怎么你从来没提起过 佳音道 我母亲本来有这个意思 宗相道 你 跟他感情非常好吗 佳音又摇了摇头 道 可是 感情是渐渐的生出来的 到后来总有感情的 不能先存这个成见 宗宇正了一会 道 那也要看跟什么人在一起呀 宗宇道 是 可是 譬如你太太 你从前要是没有成见 一直跟他是好的 那他也不至于到这样 就是病 也是慢慢的造成的 宗宇默然了一会 忽然爆发了起来道 佳音 你是不是在哪儿 听见了什么话了 佳音只管平板的说下去道 还有我爸爸 我看你以后就不要管他了 他那人也弄不好了 给他钱也是瞎花了 不要想着 他是我父亲 他啰里啰嗦的嘱咐着 宗宇黄骇的望着他道 我不懂得你 可是我要是不懂得你 我还懂得什么人呢 忽然的好像什么人 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明白了 简直要发疯 佳音只顾低着头里东西 宗宇又道 佳音难道我们的事情这么容易就 全都不算了吗 他看看那灯光下的房间 难道他们的事情 就只能永远在这个房里转来转去 像在一个昏暗的梦里 梦里的时间总觉得长的 其实不过一刹那 却以为天长地久 彼此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了 原来都不算数的 他冷冷地道 你自己的心大约只有你自己明了 佳音想道 哎 我自己的心只有我自己明了 他从抽屉里翻东西出来 往箱子里搬 里面有一球融线与未完工的手套 他一时忍不住 就把手套拿起来拆了 融线纷纷地堆在地上 宗玉看看香烟头上的一缕烟雾 也不说什么 佳音把地下的融线捡起来 放在桌上 仍旧拆 宗玉半赏方道 你就这么走了 小蛮要闹死了 佳音道 不过到底小孩 过些时就会忘记的 宗玉缓缓地道 是的 小孩试过些时就会忘记的 佳音不觉 欺然望着他 然而立刻就又移开了目光 望到那圆形的大镜子去 镜子里也映着他 他不能够多留他一会儿 在这月洞门里 那镜子不久就要如月亮里一般的荒凉了 宗玉道 明天就要走吗 佳音道 哎 宗玉在茶碟子里把香烟沁灭了 见到桌上陈列着的一盒碗池 便用原来的包纸把它盖没了 纸张缩缩有声 他又道 我送你上船 佳音道 不用了 他突然剪裁地说 好 那么 立刻出去了 带上了门 佳音伏在桌上哭 桌上一堆卷曲的绒线 剪不断 里还乱 第二天 宗玉还是来了 想送他上船 他已经走了 那房间里面仿佛关闭着很响的音乐似的 一开门便爆发开来了 他一只手按在门扭上 看到那没有被入的小铁床 露出钢丝绷子 镜子洋油炉子 五豆厨的抽屉拉出来 参差不齐 垫抽屉的报纸团皱了掉在地下 一只碟子里还粘着小半截蜡烛 溶线仍旧乱堆在桌上 装碗的铁锦盒子也还搁在那里没动 宗玉掏出手绢子来擦眼睛 忽然闻到手帕上的香气 于是又看见他窗台上的一只破箱水瓶 瓶中插着一只枯萎了的花 他走去把花拔出来 推开窗子置出去 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屋迹 隔着那灰灰的 嗡嗡的 蠢蠢冻着的人海 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 凄轻的一两声 这下车就会变成了一只小铁锦盒子 这下车就会变成了一只小铁锦盒子